当朋友来我家做课时 见到我养的宠物 没错 这是稍微原汁原味 我们先从低难度的开始 还可以接受 感觉手上湿湿的 真的吗 发情了 这个鼠妹子发情是这样的 换一只带尾巴的感受一下 能感觉出来 它是个宠物吧 这个的医学生应该挺喜欢吧 你不要在老鼠面前提这种可怕的 它看起来就像医学生的小白鼠一样 这个觉得还好 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这怎么像我动画里 看的那个岩鼠的故事里 是因为你是北方人 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免疫了 你小时候见过我们在家里 我没有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是我去我姑姑家睡觉 那个老鼠住在空调里 它的尾巴就这样顺着那下来 是这么大的吗 没有夹出来 但是我当时是 用那个钳子把它夹住了之后 好了好了好了 打住 骑身一点难度 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看到它了 这个感觉怎么样 这个会咬人吧 这个不会 它其实是这里面最乖最乖的 这个感觉怎么样 可以给男的子擦 看看这个表情 你看到了什么 没错 这是稍微原汁原味 夸张了夸张了 你看看它 不行不行 它好大 它其实还没有成年 就成年了 应该能长到43码鞋 那么大 你这个鞋多大 差不多了 它成年之后 光身上就有43码鞋 那么大 终于轮到我们的压轴选手了 我刚才脱鞋好 要拿走了 怎么样 这位才是真正的重量级吧 我靠 你把它放这儿吧 其实我这次农历算比较强 但是 什么感觉 我这次农历算比较强 我这次农历算比较强 我这次农历算比较强